大家好 我是軒sir 上次是三穿四 跟兩位拍檔 差一關收錢 上次有位置8倍多 這次再接再來 再選一場 也是我們三位 首先交給我 我選第二場 大長途 2200米 一來馬小的場合 二來這場合有機會爆冷 我選擇 我飛走了潘頓和田太安 我長長看哪一隻潘頓不夠穩陣 我就選擇那一場 原因是莫萊拉走了 大家都知道 潘頓十分之厲害 不是五輪 六輪 起碼都四輪 要不就離十場也不會掉三甲 所以你選擇了潘頓一定是熱的 有沒有場次潘頓是有點不穩的 長途一向我覺得潘頓是一般的 比起莫萊拉 其實長途也挺穩定的 甚至乎二線的騎師潘頓的長途也不太好 大家可以看看旺跡就知道了 所以這場我首先飛走潘頓 又說又笑 因為其實不太多根據 他只有前一場 何宅堯手騎的2200米 上一次名 排第二 其實他沒有什麼路程的根據 所以這隻我抹著這場 如果你遮住這場 其實他不應該擺2200米 那場我當是神來之筆 所以這隻其實有缺點我選不到 另外田泰安那隻有龍村鳳 田泰安應該是熱門份子 應該都是試馬 幫高東尼 間中都有這些 高東尼給田泰安 可能沒什麼馬騎 幫他試一下 這樣又變得有冷門機會了 飛走這兩隻 首先第一隻我選了6號的神龍驅 為什麼要選這一隻呢 飛走這兩隻大師傅 就一定是冷的 你再看看哪一隻有路程根據 其實有優點 2200米這些 其實很多馬跑不到 2000很厲害 也會飛路 2200米可能就是差200 只差200 因為2200米的路程太少了 所以有根據也很重要 所以這隻首先 2200米是有根據的 我看看他同程 其實他之前61分贏過 然後67分那一場 跑到第五 就追不及了 但他經常不是輸很多 一來是這樣 二來就是他第二場馬上就爆 你也要先讓人適應一下 無緣無故加了幾分 還有這隻馬 我看過 他最近一次打搭贏過 其餘的幾季都沒有打搭贏過 這隻馬其實就是要一兩場適應 即是他贏過後 他需要適應期 可能一場兩場 他無緣無故加重了幾磅 習慣了 可能還會贏 所以不代表他67分這些位置 就贏不了馬 他現在減了6分 其實再補回這個路程 又有新鮮感 可能到期中間隔了兩場 看到補了2200米 跑到第五之後 又隔了一場 跑到1800米 所以這場 他經常都會用到這一招 就是贏過馬之後 或者跑完一個手本的路程 你看看2200米 他贏過2200米 他沒有補回2200米 他只是補田草2000 之前的都是這樣 你看看 他贏過田草2000 他沒有補田草2000 他補了2200米 再翻查近幾季 其實這隻馬的用法 都是這樣的 就是贏過那路程 他不會補回那個路程 特意 再之後去回那個路程 又不代表他不行 就像這次這樣 他2200米還不錯 但他上場補1800米 上場是2200米 上場是2000 不斷在不同的路程游走 但2200米始終是他手本 所以這隻馬夠長力 有根據 都要補回的 還有很特別的 就是這一場 有看過很多馬 通常2200米都很慢 經常騷馬在後面 前面那隻 大家都不想放的 這場馬比較特別 幾隻都擺頭的 看到三缸飛輪 未必可能有什麼重磅 但看到 可能是高尖軟軸 你看看跟前走的 就是331的沿途走位 又或者有講有笑 都會跟到很前 223的 他跑到2200米的時候 都是422的 即是都跟到很前走的 輕磅那幾隻就更加 你看看水箭龜 都是跟前走的 所以這場2200米 既然這麼多馬走的話 有機會因為這個長途 大家的步速拉散 有機會前面有些回不了 所以這一隻的神龍區 後上馬其實是有些優勢的 加上他有一個一檔 他後上也有幾隻 但是如果他在一檔後面 省一些位置 剛剛說過 2200米是大長途 2400米是更長途 一季可能只有三四場 2200米其實不多馬到 他省了一點點位 可能是靠了一點點 就贏了回來 再加上 莫丹利 怕不怕 莫丹利這個騎士 好像來香港沒什麼成績 一來 人家要適應 二來 主要是在澳洲騎馬 澳洲的路程比香港 所以他來到香港 不適應1200米 1400米 或者1000米 絕對不出奇 但你給他一場2200米 可能他會更加有信心 所以即使他跟偉達沒有什麼合作 過有成績也好 三隻都輸了 但距離的時間很短 而且這場是長途 要拖一票給洛丹利 所以第一隻 先選一隻六號 我沒有投二選 我有三隻護村 第二隻我選一隻 七號的飛天神區 這場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苗麗德出三隻 苗麗德這個馬房出的 就是高尖遠足 七號的飛天神區 八號水箭龜 三隻 所以九隻馬面 他喜歡怎樣玩都可以 即是他想後上那隻 薄的 他前面拉快一點 他想前面那隻薄的 那就按慢一點 用馬牽制著你的機會馬 所以他可以做到的很多 所以三隻裡面 你不可以不預算 最少要預算一隻 甚至乎兩隻 因為和苗麗德的成績特別好 苗麗德可以說是 收不逢時 他未必是這麼差的 但是香港就是 一里以下的賽事比較多 他的成績是一般 但你回查看 他近兩季 二千二或者是長途 二千、二千二的成績 其實是很好的 很高的成績 所以他的馬 是他練馬 是長途比短途 所以二千二的路程 你預算一隻比苗麗德 是最少的 我預算是七號的飛天神區 原因是他出三隻 剛才說過 兩隻是跟前的 一隻是追的 剛才說過 很多馬放 水箭龜是一隻跟前的 另一隻是高尖軟追 一隻是九檔 一隻是五檔 你要兩隻在前面走 內檔也不是沒有馬走 快步速 可能上去搞他的 這些都不奇怪 你看他都是229 334 所以入面有馬頂的情況下 他最多可以在前面鬥銷 甚至做一個好的步速 走快兩步 後上那隻就會有利 所以三隻 如果以這個形勢來說 他後上那隻 反而抽到一個漂亮的 就是飛天神區 所以如果我是他 我部署一定是給了飛天神區 做主力 前面就拉快的步速 好過後面那隻 幫你牽制機會玩 我牽制潘盾 或者我幫你搞高尖軟觸 飛天神區 然後就給前面那兩隻 看看可不可以放回 因為前面有馬燒 他前面的機會比較微 所以這場對他來說 最有利的跑法 一定是後上做主力 所以飛天神 在他漂亮的情況下 都要回到 而且我剛才說過 高尖軟觸上場 可以看到是贏馬 但是雷神贏 雷神可以 雷神可以 馬雅也不一定可以 所以他不可以 但他拿到頭面做步速 一定可以 很簡單 就是這件事 加上高尖軟觸 剛才說過 勝馬 這隻馬已經交代了 你看回這隻馬 之前轉倉 只有這兩季 每季只會交代一場 所以 可能馬主 可能已經足夠了 覺得交代一場 或者他已經有所交代 今季其實已經贏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 今季未必再贏 在六歲的時候 上季又交代了 今季也派出了 所以他可能沒有太多 受到交代的壓力 會有太大 所以加上外檔 加上馬雅 所有條件 都比上場差的情況下 又加了分 所以雷神得 馬雅未必得 馬雅用來做步速 就一定得 所以一關後面的梁家進 就對了 而且可以看到一件事 苗里德三路輕兵 給了馬雅 梁家進 和 郭宏星 很容易 我們只是看一件事 這三個騎士 苗里德最順誰 你覺得 苗里德比霍雲星 你看看苗里德和霍雲星的成績 其實也挺壞 一 win 一 Q 一個第三 沒有什麼成績 上季也是沒有什麼成績 你看看 比馬雅 馬雅 原來今季好像不錯 波哥哥 魯魯富貴 魯魯富貴 又是魯魯富貴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今季有些交代 但看上季 其實也是 不是太多合作 上季其實沒有馬雅贏 但不要被他騙了 梁家進 今季雖然八隻都輸了 但看上季的成績 其實經常都在 尤其是機會馬 獸神 順二寶 高漸遠竹 水翠六 飛霸龍 其實都是被梁家進發揮的 其實一直保持有交代 所以這三個騎士來說 你可以看到有些偏向 苗里德如果要有一隻是薄的 是給梁家進 如果他手上只有這三個人選 他會給最漂亮的梁家進 所以這三隻苗里德我會選一隻 給梁家進的飛天神區 那是否那兩隻會沒有呢 可能入多一隻也不奇怪 但選不到 因為我要選一隻全彩 為什麼要選這隻全彩呢 首先 這場馬 只有這隻馬 是最近上過重化的 它重化是有成績的 第一看 粉紅色的位置就是重化 上完重化出來 今天二月十六號便跑了 看看之前 一路沒有上重化 成績就很差 第六、第七 第五最好 也是沒有三格的 這一日上過重化 但你留意一下 這隻馬也是二千二手本路程的馬 它上次上完重化 走去布場填草千八 所以也是敗不足距的 但你看看這群馬 加州十大剛剛贏了 還有你看看籌幾名的馬 其實全部比起它當時已經加了分 即是加州十大 精準快車 就算是超健勇士 像高尖遠足那些 其實比起當日這一場 它前面那些站馬 已經的分比起當時是高了 所以全賽的分 反而是 當日的分和現在的分 反而是低了 所以其實它是有分在手 很明顯 第二 就是 再看再之前 我們再追溯之前 這次去完重化 沒有出 沒有出 沒有比賽 再對上有沒有去過重化 有的 就是入三格 那次去完整的長途路程 2000 2200 那次1800 首先不是它的路程 第二 那次出閘是漏閘的 大漏閘 所以回來就不多 一來是這樣 二來剛才看到 那場馬有些水準 因為它在前面回來的馬 全部已經贏了 入了Q 或者分已經有所提升 所以這次全賽 雖然已經是老馬 八歲 但是我相信有些分數在手 還有 你看回它上場 這個 追過第七 其實不是沒有追完 它在最後追上來 還有你看到 當日 蔡明潮跌邊 首先 第二 萬閘 我給大家看一看 不斷看一看 紅三 那隻就是它 隨時這部 大熱是11 好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 4號就是 但是中外 不是這場 我看錯了 不要緊 不管了 總之有一場 這場 對不起 這場 2200 它整次排了一場 有些追小的 輸4個多馬位 11位追上來 但是你看回 它這場賽事 其實是大萬閘 紅三九檔 那隻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一點點 然後拖到最後 所以其實出閘不快 但是回來 也不是輸太遠 4個多馬位 可以接受 而且有些追小 所以你問八歲 追不追到 一來其實它追到給你看 二來 看回上一場 都是長途2000 蔡明潮跌邊 都可以有兩步追來看看 第三 正正因為它八歲 它隨時都會跌 這些馬 現在還追到 你就要相信它 因為它一定會用 它不用了 其實它隨時 不知道什麼時候 這些馬跌得很快 到八歲馬 還有就是 它二千二手本 這場二千二之後 我幫你看過 三班四班 二千二 其實三月底 都沒有賽事 下個星期有四班 但是你看看 現在它六十五分 它要下四班 下個星期那場 根本沒有可能 所以如果它要在二千二 再增勝 大家看看 它同程二千二其實是有成績的 贏過 入過 所以這些 在它這麼耍家的路程 它都不搏 幾時搏 所以有多少都可以用 所以這場 其實 74分 看到它贏過馬 79分 上個名 現在到67分 其實都值得一試 還有 還有一件事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 我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葉楚行馬房 除眼罩的成績 不是葉楚行自己除 它幫助馬鎚 這一場正正是它幫全鎚除了眼罩 初除眼罩的成績 即是除了眼罩的成績 但無端的成績 其實是不錯的 你看看 4圈 2Q 3P 17次出了 所以三隻 起碼有一隻 所以這隻全鎚 相信不會太熱 所以這三隻就為我選擇 六號、七號、九號 另外一樣 作為頭關 我三隻狐村不拿蛋 買著位置Q 上次我拿了一隻二話不雪膽 是第二 亦拖中了位置Q 今次看看可不可以中到 一樣 三關買了三穿四 中了的 那些錢 即是中了 大家如果有提議 可以拿出來抽獎 不是拿錢出來 可能變成禮物 或者有些想法 可以留言 上次有些人 沒有在下面留言 但是不太多 如果不用害羞 提出一下可以的 OK 交給第二關的同事 好 大家好 我是唐叔 這樣一如既往 這樣我減馬的標準 很簡單 既然是2月16號 16 我會減回1號 寶賢德德 這一隻我看過 其實寶賢德德這隻馬 其實不錯 為什麼呢 其實他上場 是跑第三的 其實呢 我們看看他的 末段時間 其實他比海盜才子 更加優秀 其實有點追勢 這隻馬 其實應該不錯 我覺得 另外既然16號 選了1號 當然要選6號 海盜才子 不用怎樣分析 潘頓 又有戰績 這個應該是 背飛的大熱 你選擇 基本上他都 十拿九穩 好 另外 最後 既然 數字號 只有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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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請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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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過 都不是夠選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 如果大家預計 這隻馬的跑法 應該是 向前衝的 向前衝 基本上 他是前置馬 如果是跑到C 的話 他的前置馬 其實是有點利 如果他頂得順 那個 形勢好些 的話 有機會 不要說 win 你頂得住的話 也有些機會 可以搏 比 然後 躺叔 綜合提供 第七場 1號 保然得得 6號 海盜財子 8號 請喝茶 要買的 可能海盜財子拖一和八 好了 完成了 提示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可以跟進一下 也記住了 影片結束了 記得訂閱 和訂閱 還記得訂閱 下次有機會 再和大家再見